2023年的臺灣公開賽 公開單打已經到了最後一場尾聲了喔 是如同我們阿橫的預期喔 兩位香港選手在決賽碰頭了 這也算是很難得喔 能夠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有兩位來自自己地區的選手 然後在決賽碰頭 對 沒錯 非常難得 而且我還要再講一個就是 我們這場決賽是由Taka做我們的球證 也就是說其實場上不只兩位香港 還有多一位球證也是香港的 第一次都是讓你們香港人來玩就對了 我現在看他們這裡 在Walmart的畫面有點像是回到我MATRO看他們打球的感覺 好像沒有離開香港啊 對 都是自己人啊 不過剛剛看Vinch在 在半準決賽的表現喔 實至名歸 能夠打到決賽 真的是靠他自己的實力喔 不管是他的後衛的Bank shot 中排的傳球 前鋒的一些漂亮的位移的 羽羅拼轉場換單 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喔 我可以透露一點點啦 其實他們兩位在香港 一直在辦那個ATSA50的那個月份賽 他們兩個也是經常會碰到面 會五五開吧我覺得 而且兩位是很不一樣風格的選手 對 我們剛剛在半組決賽看到 然後Vinch是一個打法十分瀟灑 然後動作快速 那Gibani呢 Gibani他是一個很穩定 穩定性很高 然後也是 很有想法的一個球手 比如說之前是看到他是Pull shot的 現在突然變成那個Snake shot 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對我剛剛要講的是 Gibani不是打Pull shot嗎 就是拉射嗎 怎麼變成Snake 但是他不是亂來的喔 肯定是有一個想法在背後 嗯 我們來看看 隨著比賽的時間的推進喔 他會變成怎麼樣 哇他打Pull shot 兩個交換 兩個交換打不同的 他們有講好嗎 就是娛樂一下大家觀眾喔 這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看一下 對 不知道 香港 有沒有人現在正在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的live 應該會覺得很欣慰喔 哇這些經常跟我一起在打球的選手 現在打到的公開單打的決賽 你提醒我了 我要再把這個訊息發一下 讓他們知道 對 讓那個沒有來的那些選手想說 啊 那個還好你們有幫我打到決賽 是不是 好 Gibani 後衛二傳五 嘗試要切球傳球 要切球傳球 方方一開始現在到現在1比0 金仔就是左邊的林廷軒 啊 他有很多名字喔 哈哈 對 他現在領先1比0 好 好 那是連續兩次的傳中 都被擋住 高角度在傳中 一樣又 欸 這球就看得出來 金仔在 那個上面其實 沒有那麼順暢喔 可能雙方都希望用一些 平常不常打的打法 嗯 讓對方摸不著 看這個發展下去會變成怎樣 我覺得會變成要回來原來的樣子 我覺得也是 不管怎麼樣都是要回來的原來的樣子才對 Binch 跟Pol shot 漂亮 Pol了一顆 長拉 搶下之後現在雙方1比1 我覺得Binch對到的選手是自己來自香港的同胞喔 他打法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熟悉自己的選手 打法真的都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平常做的東西對方都知道嗎 所以就 在做那些東西的話 可能會 不是那麼有優勢 我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 想太多 現在就變成原本的模樣了 對 我覺得這樣才是正確的打法 即使他很熟悉你的打法 你還是要用自己最強的武器來面對他才對 我覺得這個是剛剛那幾顆都是4的 如果打進了 或是Necho打得順的話 他可能會繼續 不行的話就換成那個Pol shot 3比2 好 這球沒穿過 鞋座上兩位是非常不一樣的選手 相對來看 Rinch在打後衛 射門的時候 哇 一樣是被擋住了 我要講說 Gibani他就是 兩手就站前面 對 他放棄了後衛的防守 但是他後衛的防守的 放的方法是跟優寒剛剛不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Rinch進球的路線是差不多的 嗯 打了一個長拉射 漂亮 想下第4分 第一局的比賽他先 他下了一個局點 喊那個暫停 跟平常塔球的分數差不多 也是很接近兩位 3比4這樣子 呃 天宅 他現在幾歲 他 應該出來工作兩 兩年還是三年 2526 2526左右 好這年回來之後 Pinch發球 這個盾點傳上 雖然被擋到了還是接到球 Pinch 也是回來歐式射門啊 連續兩次 都把球給用掉了 球又回來了 欸這是故意掉的嗎 不是他是打鞋的 啊 時間點太像了 這種射門的話 威力不夠 一個原地的Bank shot 打到了 一局的腳上 後衛兩能幹 哇 這個Bank shot 刺激的 刺激的 球門啊 第一局由我們的 林廷軒先拿下 不知道你來了 來來來來來 命齊命齊 哈囉哈囉 忍仔 不用叫你忍仔的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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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上一場來看的話 如果 優翰的比賽 有 卡卡來當裁判的話 我覺得會 抓到一些 抓的可能性 可能性會有 第二局開球 傳到了前鋒 Finch 怪住的拉 被 蓋住了 搶了回去 Finch 草康寧這個防守 有夠慢的 好快喔 這顆球也是有夠慢 看著他流進去 慢慢的流進去 漂亮的傳球 第二個人偶團鞋傳到自己的 好 槍邊邊去之後 到了前鋒 Fanny 打Bull Shot 這球拉的波子是很好 但是時間點是選得不錯的 對 我就想要說 是吧 還是打回原來的樣子才對吧 對 為什麼 因為 那才是真正的樣子 那時候 那才是真正順手的 打法 其實他熟悉 你還是要用這樣的方法來打 連續兩顆二傳三都是給Winch拿到 漂亮的 漂亮的Push 好 一個人 Uropin轉換桿喔 轉得很棒 這他的 組友的那個系統 對 他是兩邊都可以換對不對 對 下面上面都可以 Fanny 前鋒 有一點停不住 Push Push 中間 這個Push 就是阿橫的手勢啊 那個手法跟阿橫的手法很像 Winch 就打歪 這局是2比1 兩下 這兩個人的節奏完全不一樣喔 不管怎麼樣 那球到了Gervani的腳上 他都會讓他慢下來 漂亮的滑洞之後打了一個斜線 走得非常好 我換看Gervani一點點 現在如果我是Gervani的話 要想呢就是二傳組 這個部分要怎麼做得好一點 因為剛剛丟球連續丟了三顆 讓Winch免費得了幾個正門的機會 對 就送球之後 對面其實有很多European的打斜線 對 他都打你兩角之間的斜線 這樣打 其實你覺得我鎖住了 但是他就是從你兩角之間轉了過去 這個歐 歐式射門比較容易做到的 如果你是用Snake 就真的比較難做到 我想比較好做到 但是不代表容易做到的 相對而已 其實還要做到這樣子的精準度 是真的蠻難的 精準度難 而且那個相似性也比較難 因為Snake 他打直跟打斜的動作是很一樣的 別人防守的 防守的人會比較容易看得穿 兩者之間的 但是Ropean的話 打斜打直 可以打的 打出來感覺很像 別人防就很難防 還沒十九 還沒十九 後衛兩人桿 等一下遠邊 哎呀這個有點 lucky 很有機會是守住的 因為到那邊其實已經變慢了 但是因為有在旋轉 所以方向比較不一樣 沒有這沒問題 有問題嗎 哦旁邊裁判在旁邊摳了 對 他應該是那個球是 沒有動直接傳 對對對 因為他是想打 Winby的牆壁來傳給自己 但是就直接接了 好球回到了 Gephani的腳上 找到了前鋒 第二局的比賽現在4比2 并取畫面右邊的Vinch 現在領先2分 打到原地 沒把球接住 快速傳前 接到球 走很快 對 哇賽我以為要掉球了 沒有 換那個 飛的畫感 太漂亮了 我都看到以為要掉球了 當然對阿可來講 覺得你常見 對我來講 不常見到這招的時候 覺得你掉球了 我就分神了 你掉球了 沒有球來了 謝謝 這個算是假動作吧 對 這個其實就是假動作 對 他做的就是這個效果 讓對手那個 欸 停不停 突然間那個空隙就繞出來 像變魔術一樣 對 就是一個魔術師 對 做Vinch就是 魔術師 對 他喜歡變 變成魔術 球場上 或者是平常在 生活裡面 他也有做一些魔術 所以真的很接近喔 所以你認為這場比賽會打到第五局 很有可能 因為很大喔 那他們會怎麼修正自己的做到不好的地方 好第三局的比賽 現在 有舉發你先發球 轉牆壁被擋住 刷上 沒刷好 對 球滑了出去 有時候覺得 欸 球滑了出去是掉球嗎 在Vinch腳上我都覺得 嗯 可能是故意的 他剛剛那球是想 射那個 半球 但是不成功 一個漂亮的 切傳球 傳到了 輪端 假動作 看一下對手的 反應 幫你 掉球 再來Banchard 再來Banchard 現在Vinch要用Banchard 進球就很難喔 嗯 平常容易嗎 我的意思是說 平常對Giovanni容易嗎 平常也不容易 不容易嗎 但是我覺得是他的 想法 就是 Giovanni的想法 又來了 他有擋Banchard的那個想法 Winch這一顆 就如同上一局的 呃 漂亮 但是Giovanni已經有準備 有所準備的 還是讓他打進 打進了這一球 雙方1比1平手 相較於 呃 許多熟悉的對手 我想說 我跟你很熟悉 那會有什麼優勢 很會防守你 但是呢 這兩位其實 我很會防守你 但是得分率 效率也是都蠻高的 因為他們兩個的射門的方法 比較有 廣一點 就是不是很狹窄的那種 而且他們會換 想法 一直在換 嗯 對 平常兩分 請幫你 拉射 非常有效果 效果 現在效率很高 好 Vinci的中排 現在有點掉下來的感覺 對 上一局讓Vinci拿下 現在這一局 看樣子又回到 Bronny的優勢了 然後兩個 這樣轉來轉去 對 整個比賽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對 其實Vinci還是 這局 一開始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先進球 而且進了那顆也是漂亮的 但是中間那一波就被 呃 Jovani打回來 就其他兩顆拉射 對 不拖泥帶水的拉射喔 三次的轉換把球 用好之後 哇 進球了 手到還是進 但是洞是選對的 他是想要選中間那個洞 田拿三分 現在直接就變成4比1了 大幅度的領先在第三局 進球打了一個推 漂亮 4比2 雙方的進球率也是很高 送球了 已經手到了說 進球率忽然間大幅度的提高喔 打了原地打歪 傳球 傳球帶射門 被守住 雖然 Jovani的節奏 看起來好像很慢 但是他的反應其實很快 剛剛那種球 他是 立馬會有反應去把他守住 他處理球 他的節奏啦 對啊 所以哇 一個快速的反擊之後 到了前鋒還沒有聽好 就直接射門 2比1 多比1 2比1 2比1 3比1 2比1 3比2 4比1 比賽 傳上 Ochipani沒把他攔住又回到了Vinch的腳下 滑球我就覺得要掉球 假動就來了啦 他可以射門但是他看到有點 不行就換那個想法 這個就是那個選手們他的那個貪性 因為如果練到後來的話他那個球的處理 他在這個整個時間段裡面可以留 想法上面的改變先收一下 不適合 或者我看到立馬射都可以抓著他 對他的改變機會要很快的改變改變你的抉擇決定很快 所以這場上的情況你就直接馬上變 手感要非常的好練習量也要足夠 現在Vinch要想的是怎麼不讓 Giovanni他的前鋒拿到球 講好了嘛第一局Giovanni第二局Vinch 第三局Giovanni第四局Vinch Giovanni他們有先講好嗎 感覺上好像沒有 當然是因為是兩位真的是很接近的選手 對 Giovanni Giovanni 上一局他的po shot真的是 打得非常的好這局延續這樣的氣勢 2比1最後一分 掉球球又回來 對 果然 現在出問題的就是Vinch的5bar 中排 傳球傳不過 被逮住了 幫你 中排 五分 藏式的傳到前鋒 兩個互相轉換球權 重新開始 換節奏 穿那個特別的路線 對他是想傳鞋的吧 他想穿鞋的 運氣球彈了回來 幫你 兩個真的是在中排 現在加強的中排的防守 兩次的狀態 因為Vinch先穿過去了 Vinch 繼續選擇這個 Walking的 側門的方法 右晃右晃打原地 他那個整個思路就是 他中間會有一個假動作 讓你以為他會換竿 然後再重新拚回去 那你的結束就會 被打亂 這局的比賽 2比1 Vinch現在領先 由畫面左邊的Giovanni 你現在從後衛兩人 傳到了對方的後衛之後 運氣馬上把球打回去了 三能幹 傳3 傳3 你不注意就直接傳到前鋒 哇還有洞 那個遠的 也是賺了一個想法 似乎去打 嗯 那你的傳球沒有算是很 力道很強喔 但是 倒洞傳的 然後沒有特別用力 跑到了牆壁 一起守得下來 對 我被防住 一直來Bank shot 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為什麼要 左手跟右手都要 拿前面的那個原因 嗯 會讓 如果你用一個 防守的想法的話 這個你可以拿到球權的機會會多很多 對 回到了冰局的後衛 在 漂亮 漂亮的這一球 是比大幅度的領先哦 雙方像講好的一樣 就直接打第五局就好了嘛 漂亮的傳球 到了前鋒 Gevani 喔 來個Benchon 漂亮漂亮 差一點點 彷彿看到了阿橫在打球 是對啦 這個時間點 啊真的嗎 你標的嘛對不對 4比1就打這些就ok啊 怎麼 要贏了就對了 哇 打進了自己的球門 因為他打這顆 可能是之前看好的 不是立馬看的 也有這個機會 對 有機會啦 或是他很想趕快進去第五局 因為我們講好了嘛 一局你一局我 一局你一局我 那下一局當然就是我囉 哇快速的轉換那個拉直線 沒進之後天才 來 尖峰來個夾動作打原地 就是一個快速的拉射 這時候反而 現在要用回自己的那個Push 的側門 對 嘗試用圓邊的Steinshot 幫你沒有隨之起舞齁 那個球雖然很亂的這樣子跑 但還是滾下來 來 古武危險 漂亮的 船中綠沒進之後 現在球 互相轉換 到了前鋒 4比2落後 4比2落後 打了原地 打原地 這個原地就打得不好 對 阿橫在搖頭了 剛剛進了兩顆中間 其實應該也是選中間都ok 沒ping好 把球打進了自己的球門 漂亮 好像中排沒人防守 對Winch來講過中排好容易 一半 打一個原地 都是 轉圈轉的非常的 變了 這個漂亮 抓回去搶邊 對 就是這顆 我剛剛也看到這個 對但現在沒了 對 哇來一顆 現在是來到了4比4 不想進第五局 最到4比4 連追3顆現在 壓力在Winch那邊 而且是他的冠軍點了 對 環球 彈回來傳到自己的前鋒 撞牌5人 方式5傳3 走之後再運球 走之後再運球 暫停了沒 哇 看樣子要被喊 先過了 哦 我 就差那半秒鐘 就差那半秒鐘 他自己也覺得要喊 對再不喊就來不及了 旁邊有裁判哦 你 你覺得如果沒裁判的時候 這個時候喊沒問題 對 表示那個他卡是非常公正的裁判哦 沒有偏彈自己人 兩個都自己人 兩邊都是自己人 哈哈哈哈 Winch 4比4落後 Open singles 冠軍賽 就是這一分不拿下他就輸了哦 連續好幾顆 還沒過 應該他要喊 再來 哇這個 Winch這個時候要喊暫停 他 沒有喊過對不對 沒有這一局 這場還沒喊過 我覺得喊暫停 其中一個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你 如果心裡面沒有一個想法 不知道該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喊 剛剛他中排其實選了很久 都選不到一個對的動 或是 都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傳走 好 雙方球權互換了 中排五人 一直換球權 好這球彈得過去 到了 Winch 4比4 動 哇這球打進之後 真的進到第五盤了啊 漂亮 雙方 他一點點 這局其實我覺得是 小萱他的表現更好 對 因為他是 4比1追回來 4比4的 而且追是有一個想法去慢慢追回來 而不是亂來再追 我覺得這局的關鍵反而是 Taka喊的那個 對 時間超過 對 那一球原本是 順順的 一個很漂亮的timeout 然後 然後就接著 傳球成功可能就 對 但是 卻失去了球權 雙方4比4的時候 等於說這是一個失誤啦 場上沒有 沒有算到場上有裁判在算秒數 通常場上有裁判在算秒數的時候 你都會 我們都會小心一點 原本10秒的 我們就可能7-8秒就開始 好現在第五局的比賽 在 開始 也就是我們公開單打的 最後一局了 傳球成功 BONNY來自香港 哇 打得超遠的 來個DADMAN TWINCHE也是笑了笑 好 打那麼遠就可以他 也只能給他 連續傳連續傳 再傳 我就是要過 他的招數很多 很少看到他重複用的 就是會進球的 他會重複用 對 通常是這個情況 對 那他不進球 他就會換很多招 他光是一個European 的方式來射門 他就換了很多 角度 對 不像一般人 就是三個洞 遠的 中的近的 他換角度 而且換射門的方法 換剛剛也有 也有剛剛好像推的那邊 有 兩三顆是Flip進去的 對 打原地 對 哇 跳上打原地 BINCHE 漂亮 1比1 這場比賽是沒有DUCE的 也是不用 近勝分2分 雙方 雷先拿下第5分的時候 就結束了第5局 所以他們 會不會到4比4呢 很難說 我說會啦 沒有會 我覺得他太有機會了 雙方是接近的 對 你來我往的 打法如此不相同的兩人 然後實力卻如此的接近 好 定上又打遠 遠中 走得好這球 漂亮 這個斜角很斜 來的很快 一個夾晃之後 連接好 快速的換到前鋒 VINCHE 那個是VINCHE的優勢 剛剛立馬就把球踢上去 快手 快打了 我我以為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有萬里 想法被看穿了 就 往不開 VINCHE的那個中排啊 那你的二傳五算是很穩定 我才講很穩定 馬上被抓回去 這顆是因為傳太多這個斜角了 被看穿了 太多次了 對太多次 而且連續來了 好VINCHE到了前鋒 現在雙方一比 有機會先 比冠軍進一步 好 哦 可惜 稍微草率了一點 想像那個VINCHE一樣的 就這樣子往前打 對 這裡 加了很多那種快動作了齁 對 對 但是呢 剛剛Giovanni還是有反應 把球攔了下來 對 大斜角 打穩的 HESIDATE的PASS 一個猶豫的傳球 一個假動作 順點傳球 換了防守 幫幫你來我往的中排針球 現在的球來到了Giovanni的後衛 對 常識傳牆壁囉 一直換喔 回到原本的方式 哇 危險 對 有完你的二傳五 有點被VINCHE看穿了一點點 對 這時候換一點東西進去 那你的後衛射門如何 這場還沒用過 很好啊 也是很好 對 但是可能他整場都是在二傳五 就突然換回射門的話會不奇怪 我的做法就是可能是我會 兩人敢假裝射門 但是變成是二傳三 來一顆這樣子 來比出2比1 連續的三顆pore shot都沒有進去 現在開始換一些招數了 好 周一局兩邊都很交錯 用的時間好像比剛剛多了很多 對 觀察多一點的 剛剛一開始我們就聊 就說進球率很大嗎 現在就掉下來了 對對對 雙方的進球率 並不是比有什麼射門射不好 但是防守上的強度 有稍微增加一些的 整個過程被看穿了 就要調整 對 對 2比2 打一個推 3比2 不讓你平手太久 我馬上要取回領先的優勢 因為沒有Duce的比賽 誰先拿下第4分 會給對方帶來無比的壓力 對 加快速度 拿一個Bang shot 球太危險了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要調整 就是二人敢 太太太弱了 還是順利的傳到了 五人桿 我自己想的話就是 我二人敢傳牆壁的時間點 要抓更準 或是盡量掃傳牆壁 危險危險 我抖了一下 滑了一下 這球也傳過去 慢慢的二傳五的成功率又起來 又起來 拖鞋 順勢傳到了中牌 這球真快 這球快 動作 快手 對舉方一來說就是不要落後太多 打來原地 雙方又平手了 3比3 3比3 這球怎麼過去的 漂亮 3比3 半獅子的守住 哇 找那個圓 很夠圓哦 很遠 很遠很遠 現在已經拿下了一個冠軍點了哦 很遠很遠 現在已經拿下了一個冠軍點了哦 進球之後用後衛就直接帶到了前鋒 進去 小洞 哦 還換竿啊 這個時候來一個你想不到的 娛樂一下觀眾 緊張 這時候用一個bank shot 球權回到的現在 有沒有雙方會4比4嗎 來 把你 暫停就是這個時候關鍵的時候用的 這次 他有聽到我的暗號嗎 呵呵 不然的話好像上次那個就 這是他這一局的第一次嗎 對 第一次 這一局的第一次啦 那是剛剛說 球桌上已經先記了一次的 剛剛跟裁判確認一下 這是你第一次嗎 對 有裁判多好 有人幫你記的 這球進了就進去驟死賽了哦 誰進下一分就冠軍了 但是Vinch還是有機會 這球不讓他進 哇這球進去了 漂亮 真的是到最後一分了 方方4比4 精彩 局數2比2 最後一分 冠軍賽現在先讓Vinch有機會 哦 暫停 哈哈 很少見的一個暫停 留在最重要的時間點 裁判都笑了 哎 怎麼會啊很胎 哎呀你會胎帽嗎 嗯 你還記得自己有胎帽哦 我的字典裡面 原本沒有寫胎帽的啊 怎麼現在忽然間有胎帽 好 雙方真的都表現得非常精彩哦 而且非常接近哦 真的打到了2比局數2比2 分數4比4 最後一分 哈哈 音仔直接把暫停全部用光了 留在幹嘛 不會生利息 你暫停完 還沒開球的時候 我這邊也可以喊一個暫停 好規則內的暫停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留著沒用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趙薇打亂對方一點點的節奏 對 因為他現在其實兵群是很想要開始的 因為他有機會就拿下這個冠軍了 如果他拿下這個冠軍 應該就是他生涯第一次的國際賽的冠軍了 對 雙方都是第一次 雙方都是第一次 歸空 沒有在 哇賽 剛剛想打個鞋的 剛剛如果時間超過是不能再喊暫停的 因為同一個桿子裡面不能連續喊兩個暫停 同一個拳手 哇賽掉了球 可惜 進去 好動 幫你 哇球權轉換回了去幫你的腳上 我覺得這個比賽精彩的地方就是 你來我往沒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分數的差距 3比2 3比3 4比3 4比4這樣子 沒有就算4比1出現了他還會追到4比4 對 進去 繞了一下兩次 差點撞牆三次的 抓上沒過 似乎有點緊張的手抖了一下 漂亮 漂亮 來透一個剛剛想 這時候一定要想的是這一球喔 不要想的是冠軍要怎麼樣 漂亮 漂亮的傳球 現在換 喜歡你有機會拿下冠軍了 招數太多了總版 沒有暫停了 打的原地 還有15秒 沒秒數了 但是還有次數 差點掉球 三次機會 四次機會 沒機會了 這個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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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七次轉換的 冰霞 哇 太快的把球給轉換回去了 換命取有機會 命取有機會 第二次機會拿下了這次的冠軍 最後也是打這個Pay 我今天點換得很好 好 你如果沒有推好像也沒有打過 好 好 恭喜我們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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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名 Yoban Kraslo 第3名 Yoban Kraslo 第3名 第3名 Yoban Kraslo 第3名 Yoban Kraslo 第3名 N Schön Yoban Kraslo Yoban Kraslo 第4名 Yoban Kraslo Yoban Kraslo Joban Kraslo Yoban Kraslo Yoban Krasl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